Ninja 即是引者,是Kawasaki的招牌车系 最新的引者就是这部全电动 主打环保旗号的全电动引者E1 我们早前去了东京车展 除了看到这部全电动E1之外 也看到一部运能版Ninja 7 用了一副451cc 直耳双缸引擎 配上电池和马达加速 这部车只是用马达都可以走到车 但这部车就没有来到香港 E1是Kawasaki第一部示范电动车 这个电动的电引 其实坐姿跟Ninja 4x差不多 无论它的高度,其实它的座位高度 是跟Ninja 4x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部车双脚可以落地了 用一些街车的阔态把,比较高的态把 这些车都是类似街车式的坐姿,小小趴 也不会像跑车那样趴的 这部车没有几厘子的,基本上是自动波 不用吊几厘子走的,比较缩油,比较缩油 就可以了 右边这边就是比较缸,跟一般街车没有分别 其实这部车也很轻 它的脚踏也不会像赛车的脚踏那样高的,比较矮的 看回它的规格 在正常情况下行驶,马达的压定功率 就是2800转可以输出6.8匹最大马力 也因为它是一个叫E-Boost,类似Turbo的功能 最大马力有12匹,数字上同一部1.25cc的车差不多 但马达有40mm牛吨米的扭力 加上这部车只有140公斤 代理它们试过车,就说起步力 有大样的级数 因为马达很低转,就可以爆出扭力 所以起步力是零射劲的 就算它们说有大样的起步感 我自己觉得一点都不出奇 好,上车 上车就是N-Ball N-Ball N-Ball 空波,即是空波 对,空波 如果你要行车,就按一阶 这样就可以行车 尾车会... 哦,这样 都是6速吗? 自动波 E1有两个马力模式 分别是Role 道路和Eco 省电模式 道路模式最高的车速是时速88公里 右边的制盒是E-Boost的加速制 但是主要都是用来爬头 按住按键,最高的车速 就可以加速到时速99公里 为免马达过热 所以最长只可以行驶15秒 省电模式的极速 只有时速64公里 加上E-Boost加速键之后 极速可以到75公里 打开的假油杆 可以看到两架锂离子电池 采用快刷式 拉下来,就可以把两架电池拉出来 这个假油杆有5星载密空间 放了两架电池之后 也可以放下手套 每架电池重11.5公斤 每架电池的充电时间 要大约3.7小时 充满两架电池要超过7小时 厂方说这架车大约72公里的续航力 不算太长 电池的顶部有一架红色键 按下去就可以看电池的电量 也有一个叫做regen功能 即缩油和减速的时候 也会帮电池稍稍充一点点 充电 充电有三个方法 一个是可以插电线在车尾 也可以买一个专用的叉座充电 E-1也有一个叫做walk mode的泊车模式 还有后波 要到车的话 电门就向前扭 屏幕就会显示R的英文 也就是reverse 到后的意思 最高的车速也只有时速3公里 方便大家泊车或者退前退后 向前掉头或者退车 极速就只有时速5公里 屏幕有4.3寸 也可以用蓝牙和专用手机APP 连接你的电话 这架车也是用钢管车架 相信都是从Ninja 400的改良过来 由于这架车的马力不算太大 所以用了100阔前胎 130阔尾胎 前后是17寸轮宽 也是因为对胎比较幼 在市区过弯也灵活很多 头碟直径290mm 配一个双活塞的刹车卡鉗 尾就用了直径220mm的刹车碟 配双活塞卡鉗 前后都有ABS 前叉的直径就是41mm的静压前叉 就没得调校 尾就用了一个多年光的单统尾避震 就有预载调校 另外用直四引擎的新款ZX4RR 和新款ZX6R636也已到我香港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陈热室看看